大山又来上课了 平板玩家可以打职业吗 众所遮之 和平精英这款游戏 适应多款设备 但在前段时间 平板玩家与手机玩家 发生了一件无销烟的争执 但在我看来 每款游戏都没有绝对的公平性 无论是平板 还是手机 只要你在某个领域中足够出色 你就能站在顶峰 去讨论该讨论的问题 有很多玩家玩吃鸡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为了追求快乐 有的是为了断位 还有的是为了打职业 那么平板究竟可不可以打职业呢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为了某平台的管理 他的意思是 现在只能用手机打联赛 但在后续会开放平板的赛道 这个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就是手机玩家 PK手机玩家 赢就要赢得心安理得 平板玩家 PK平板玩家 就算输 也要输得心服口服 游戏虽然做不到绝对的公平 但对人都是绝对的公平 所以说喜欢用平板玩吃鸡的玩家 也不要放弃 只要你足够出色 就能获得观众的认可 这个过程虽然很漫长 但它永远不会缺席 既然刷到了这个视频 你我皆是有缘人 没点关注的 可否留一个贵重的关注呢